这家位在巴黎的柚子农场 以自家的柚子入菜 推出创意柚子大餐 其实早期巴黎是不产文旦的 40年前 农场主人的父亲 是第一个把文旦引进巴黎的农民 左邻右舍才跟着种 但是做儿子的却没有兴趣 直到父亲临终前再三叮咛 希望在天上还看见家里的柚子 他才返乡接手果园 但是他不想再使用农药和化肥 改采有机农法 初期种出来的文旦长相不太好看 尽管果肉甜美却法人问津 于是他想方设法为文旦另寻出路 除了做成了柚子加工品枪之外 还开发了柚子料理 终于顺利地突破销售困境 而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 对父亲的承诺 那就是好好守住家里的柚子园 让园内充满丰沛生气 来 这是你们点的柚子胡椒炸鱼片 旁边那个酱是柚子芥末酱 你可以从来看 这道炸鱼片不止沾酱是柚子芥末酱 连鱼肉本身也散发淡淡又香 老板利用自家栽种的文旦 做成柚子酱 倒入米酒 混合均匀 让肉质软热的巴沙鱼片 在里头浸泡一下 接着裹上一层薄薄面衣 入锅油炸 几分钟后 柚香炸鱼片上桌 以柚子入味的料理 还有脆皮烤鸡和乳猪脚 就连火锅汤底都已柚根熬住 让汤头喝起来甘甜 还有一股淡雅清香 你以前有吃过柚子餐吗 以前没有 对 没有吃过 专程来体验看看 对 对 对 很不错啊 这个鱼还蛮清爽的 配这个酱还蛮不错的 一般吃到猪脚那个 有蜜感比较重 这个好像比较不会 有柚子的香气在里面吗 有 一点点 淡淡的 用 烤鱼虾 笃鱼虾 笃鱼虾 这个标准的有鸡果圆 這棟不像這樣 開發柚子餐的人是他林秉昌 小時候這片果園就是他的遊樂園 他是從這個底下開始黃上來 從底下開始黃 到頂端的話就已經整個都熟成了 這個就是比他還沒有那麼熟 越熟的話他這個屁股會越大 越寬 屁股又會寬 然後摸下去會軟軟的 然後聞起來應該有了一個果香 他的父親本來在巴黎觀音山上種綠竹笋 也種過多種水果 四十年前是第一個將文旦幼引進巴黎的農夫 現在這片果園足足有六公頃 兩三千棵 幼子樹 最多的時候我們一年才快二十萬臺金 那現在平均一年收成多少 一年一年收成像今年特別差 收差不多不到兩萬臺金 不到十分之一 那因為今年其實在開花季的時候呢 天氣特別好 然後那個病從愛特別多 所以就沒什麼卓果 當年左林幼社看到他的父親 成功在巴黎種植文旦幼 賺進大把新台幣 紛紛委託他購買幼苗跟著種 後來農會協助行銷 舉辦水果瓶劍 讓巴黎文旦的名號漸漸響亮 而有了北巴黎 南馬多的美名 但林秉昌十八歲時 寧可離家去找更輕鬆的工作 一行換過一行 直到四十歲那年爸爸生病了 臨終前就放心不下這件事 他臨終的時候再三的交代 就是說希望他有一天回來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他的幼稚 不要覺得不要說草比幼稚還高 其實我不太喜歡用農藥 因為第一個是我爸用農藥用得太兇了 而且再來是我覺得用農藥 第一個受害者是真的是自己 辭調工作接手阿爸的幼稚園 第一件事就是把幼稚園轉型為有機栽種 但爸爸賣幼稚一年收入百萬起跳 他第一年只賣出八萬塊 我接了二十年 最好一年不到二十萬 去保護公司擺攤 他會說你這種幼稚 是不是人家不要的 或是人家打下來了 或是說這種 他沒見過那麼醜的啦 他說你這種我吃這麼多幼稚 我還沒見過這麼醜的 他的果園除了栽種一般的白肉蚊蛋 也有紅蚊蛋品種 香甜多汁的紅柚果肉 連同冰塊歇水的糖和水 一起放入果汁機裡攪打 再以果皮當容器 這顏色夢幻的柚子冰沙 嘗起來爽口清甜 有機栽種雖然種出的蚊蛋賣相不佳 但並不影響果肉風味 更何況他當年還不斷改良栽培技術 種出黃金柚 讓柚子有比較討喜的金黃外皮 沒想到還是發了問金 有機剛開始前六年了 真的是那個昆蟲大反撲 就整個柚子非常的醜 然後甚至那個我們是泡袋 然後一打開來就是很多蟑螂 螞蟻蜘蛛什麼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 該怎麼去防治這些病蟲 所以整堆的柚子 整山的柚子沒有人買 然後客人就來就會說 好 你那魚仔這麼壞掉 然後我就說這是有機的 他們說我還有壓 就是那種口氣我就覺得 寧可種出醜蚊蛋 也堅持不灑農藥不濕化肥 但總得想辦法幫柚子找出路 林秉昌將柚子皮乾燥後 研磨成柚子粉 加上肉桂冰箱和五箱 洋洋灑灑共有九種醃料 在雞汁每一寸肌膚上 均勻塗抹按摩 醃漬一天一夜後 餐烹再烤 讓它的皮緊縮 然後再讓它稍微有點乾 這樣烤起來的雞的顏色會比較漂亮 然後皮會比較酥脆這樣子 利用碳火燻烤一個鐘頭左右 土雞換上一身焦糖脆皮 雞肉同時帶有碳香和柚香 還能沾店家自製的 泰式柚子酸辣醬不快品嘗 水用豬腳的前段和豬皮 先燙過再沖冷水 洗過三溫暖的豬腳 肉質更緊實 有別於一般滷豬腳的風味 林米昌也利用酸酸甜甜的柚子 為豬腳提味 我們的調味料大概有七八種 然後有柚子醬 柚子醬油膏 然後那個蔥薑蒜 這是必備的嘛 然後還有一些老滷汁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還有一點點冰糖 讓它變有一點甜味 不會那麼死鹹 民國九十一年夫妻倆 搭上政府推動的 一廂一休閒政策 將果圓轉行為觀光農場 在園區餐廳內 配出一道道柚子料理 其實那時候 他們在巴黎山上開餐廳 還背效果 左林右舍會覺得說 那個阿翔開到那裡 可能都沒有人 他開到那裡是有什麼人會去 真的連客人他推門進來 他都說 請問你們是有營業嗎 曾經被唱衰 但經客人口耳相傳 確實吸引不少人專程上山 品嘗美食 欣賞美景 真的啦 一般是美食一方面欣賞美景 然後他還有楊妹妹 你看 楊妹妹也來陪我們 還有楊那個色香豬 小豬好可愛喔 就在那邊 最主要是他的餐點還OK 然後他的環境很美 我就很喜歡 他很放鬆 光是館裡柚子園 經營餐廳 夫妻已經忙不完 多年來 林秉昌還嘲試把柚子皮 果肉 白膜 都拿來加工 變身成柚子茶 柚子醋 醬油 或精油 香皂 沐浴乳 從吃得到用的 種類 將近100種 問他這樣不累嗎 其實父親臨終前說過的那段話 一直是指使他做下去的用力之一 因為我爸他把文旦又引到這個地方來種 那也當讓巴黎種了300多公頃 然後現在一年大概有5000公噸左右 產值3到5億 那也創造了當地很多農民的一個收入 說不想放棄 有時候也很想放棄 真的 我有時候也覺得 不知道在堅持什麼 老實講 但是我覺得 還是一個叫做使命 我希望說柚子 文旦又除了鮮果以外 是不是可以被別人所看見跟認同 其實 這個是我很大的一個希望 始終沒忘記和阿爸之間的約定 能夠操用自己的方式守護柚子園 也照顧這片土地 把柚子價值發揮到極致 賦予改變風貌